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 真的搞不懂你那些小心思 受不了你那些要求 谈个恋爱 为什么要谈得那么累呢 你真的太较真了 一点都不懂恋爱的情趣 什么事都要跟我分个是非对错 而且还这么自私 这恋爱谈得比上班还累 为什么在眼里 我永远达不到一个好男友的要求呢 既然你心里这么不开心 那我们也没必要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王25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小王 有请 王女士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是同学吗 是 25岁还读呢 本还是硕呀 我是在上学期间 就是在学校入伍了 然后办理的三年学期 退伍回来继续副的学 哦 我先去保家卫国两年是吧 对 男生兵役 然后再回来 挺棒的 对 对 对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一年左右 当时喜欢他什么呀 当时嘛 就是他退伍回来之后 我们在学校认识 然后女生嘛都比较喜欢爱打篮球的男生 他打球也好 然后当时就是我主动追他 然后表白的我们在一起 你向他表白啊 对 这女生是怎么向男生表白的呢 很好奇啊 就是他打球嘛 时不时我没有课了 去给他送个饮料 送个水 然后我就说能不能试着交往一下 就这么直接 对 我比较直接一点 哦 这么有勇气的小姐姐 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了 我们就是刚开始在一起嘛 她确确实实也是挺细心的 对 我也挺好 处处为我考虑 但是有一点小问题就是 她比较较真儿 特别较真儿 总是以自我为重心 我说啥都不对 你能举个例子吗 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街上 走着嘛 就唠嗑 然后她就跟我唠叨唠叨 说家里边最近比较烦 她妈妈管得比较严一点 这个我其实是知道的 然后那天她一直在说 也很不耐烦 我就跟着她的语气 我就电了去 我说 那你妈妈是有点麻烦 是挺事的 然后她直接在大街上 那么多人直接就骂我 这主要是有的话 可以说有的话 她并不是可以说的 对不对 再说了我就是给她讲讲 我最近的烦心事 她是说我妈事 对不对 我感觉特别不好 那我不就迎合你一下吗 这不就是为了输导你情绪吗 对啊 我就是站在她的角度 我为她着想 有些话我说出来 跟你说出来 感觉她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要她怎么样吗 孩子 就安慰安慰我呗 就顺着我就说呗 你不能说 顺着你不就这么说吗 你说我妈这人真是事 对对对 她挺事的 没事啊 其实你刚才说 比如说慢慢来 不着急啊 这一类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以前也不是没这么跟你说过 你听过吗 我只是让你当个倾听者 你为什么要搁这评论我呢 那你说给我了 我还不能有点观点呀 还老是跟我上纲上线 讲那些大道理 她说你跟你领导你也这么说话呀 人家说什么你就应和什么 你能这么说话吗 怎么怎么着的 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跟你搞对象呢 我又不是工作谈事情 那我要跟领导那么说话 我得多没心眼呀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很多小事 就比如说 有一次我跟他发微信 就是无聊嘛 跟他撒了家 我就说个 我说你好烦呀 可能就是当时没有加表情包 看到以后 他就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 就质问我 特别凶 问我 你又在找什么事啊 好短短的又怎么了 本来聊得挺好的 你突然来一句你好烦呀 他就是没有表情 我就理解成字面意思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问他我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烦着你了 对不对 我也是说着急 根本就不是那样 那我们刚刚还聊得好好的 只不过一会儿时间 那我突然间就能发脾气 我得有多差呀 我那脾气 那女人不都说变脸就变脸吗 谁让你 你啥时候生气啊 别这么说女人啊 后来 就是性格 我们就是经常在学校嘛 一块吃饭什么的 他有的时候觉得可不耐烦了 我挑这个不行 挑那个不行 主要是说 你挑你也看看点好不好 我们从七点半开始准备出去吃饭 八点半了还没吃上 为啥 不是今天说吃火锅吧 不行 不想吃今天 吃烧烤吧 太油腻 我问你到底想吃什么 那别吃得了 对不对 晚饭跟夜宵 那别吃得了 我出去跟你不是吃饭的 你让我饿着 你让我别吃得了 那你也不选啊 那我不是得挑一条 得仔细挑一条吗 再说了 他作为我男朋友 他不应该更清楚 我每天喜欢吃什么吗 你让我去做抉择 哦 我看你啥子喜欢吃 我们点菜的时候 我点了那份菜 但是可能就是 没有我想象那么好吃 然后我就跟他说嘛 我说 我要尝你那个 他就不乐意了 就不让我吃 这是为啥 前提是啥呢 就是说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我说这个菜 它并没有那么好吃 只是说好看 或者说名字好听 我说你别点了 你点完你就后悔 他不 他并说我必须要吃 我点了我肯定吃 结果你说闹这出 不是他吃没吃吧 你告诉我 他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他就浪费了 他好像就是 跟我认真到什么地步 男生都应该让着女生 他就好像那护神似的 坚决不让我碰 就在人跟我讲 你就不能浪费 就必须得把它吃完 不吃也得吃 我感觉啊 他就是有时候特别任性 一年 能过出来24个节日来 每个节日得送礼物 不能重样 没有要它多贵的 我让你给我买过什么样 我就是要它那点心意 哪怕几块钱也行 心意你有吗 最怕的就是心意 心意 你说啥叫心意啊 今天让我跳个舞 明明让我给你唱个歌 后天就让我给你写个诗 又让我做手工艺品 还不是让我买点贵的呢 我说买个包不好吗 省心省事的 包之百六 那些就是爱情中 本来就应该有的小浪漫 啥浪漫呢 还有啊 就没事看那个网络 那测试男友题 给我拿那个 一大六测试题 让我填 分数不满意 就翻脸 就打架 那都是专业的测试题 你给我们出几道 我看这几个老师 能打开玩意 我记忆最深刻一道题啊 是什么呀 是问我 到沙漠里面了 面前摆着两杯水 一杯红色 一杯蓝色 他问我要哪杯 好 曲总 你要哪杯 蓝色 蓝色 代表你还爱他 红色 就代表你不爱他 当时我选错了 我选了一个红色 他说 我不爱他了 这是哪个专业老师出的呀 这都是胡扯 姑娘 我稍微插一句啊 这一类营销测试题 一般情况下 都是随机答案的 真正的专业测试题 专业的量表 他一定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打分怎么打呢 他会有一个 很专业的东西 你千万别信这个 还有过分呢 他这个人就特别形式主义 出门啊 就是说不管在哪儿 都得占他的外侧 这不是一个男生 最基本的绅士风度吗 我交给你 怎么来爱我 你还怪我呀 但是你住一场合呀 就在楼道里面 我得走他外面 要不然我走里面 就不爱他了 那他以前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会做那些的 现在不行了 就是时间 会充当很多东西 他就是没有以前爱我了 就是越来越 对我不上心了 我们现在因为放假嘛 他也不来找我玩 然后我就特别想他 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 说他要工作 说让我自己去玩去 我就觉得很离谱 我打工 他打工就是为了 充那游戏钱 其实啊 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说 就是说他来之前啊 我就拿说过了 我可能打工 没时间陪他 那你就不能陪陪我吗 我去找你一趟 我多容易啊我 我们俩一地嘛 其实 我去找他 坐七个小时的火车 硬座 票是我自己买的 然后我自己去 自己回 又委屈的啊 我到哪之后 其实就是已经晚上 九点多十点了 然后我都没有顾着吃饭 他就跟我说那些 还觉得我护脚蛮缠 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都是在凌晨 十一点的车 可是你都不抽时间陪我 是这意思吗 我下班了 也是去陪他的 就是确实是有时候工作 你也不能说不干了 就去陪他 其实咱翻篇吧 还有别的吗 听着我都累着恋爱谈 其实我这个人 我总感觉我还没有长大 结婚的事情 想往后拖一拖 谁要结婚啊 他 我是就是想问问他 对未来的考虑 不光是结婚 我的意思就是工作 事业都是提前考虑 你不能到内部了 出校门了 你叮当乱撞吧 人家叮当乱撞就撞了呗 男孩子不应该提前 有点计划吗 你看他退伍回来 他的好多同龄人 已经就是人家 有事业的有事业 有家庭的有家庭了 他呢 他还把自己当个小孩 打工挣钱冲游戏 没有让我感觉他有多么上进 多么上进 我想的是啥呢 我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说去给你一个以后的保障 对不对 我意思是说啥 先稳定下来 等着能养活起你以后 再给你一个婚姻 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呢 你要说他考虑的是为长远考虑 我也认了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呀 有一次我肚子疼 我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跟他说 能不能给我买点药 然后他说他再上课 忍一忍吧 等一等 等下课了再说 等下午下课了 他就顾着自己去打球去了 他就是总是玩狼来了的故事 知道吗 他总看那些测试题 说他疼了 我会不会关心他 今天胳膊疼 明儿腿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是真的话 我能说去玩 去管他吗 我以为他又是在测试我 那我要是真的难受呢 你还就真不管我呀 我不知道是真的呀 他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总觉得我在闹我在闹 他对他家那小猫都比对我上心 猫有个啥事 他还着急领医院去呢 那我都没那待遇 那猫他也不给我做测试题啊 又不说骗我 说哪疼哪疼 他确实有病了 我不在医院看完病去呢 猫跟你女朋友能一样吗 其实我对猫毛有点过敏 我在家的时候 我其实就会把那个猫 关到卫生间里 然后他有一次看到了 他特别着急 跟我说了句什么 你在这儿能行不能 你要是不行你就走吧 你在这儿猫还委屈的 一说这是我生气啊 就是上次他把我的猫 挂到咸鱼上面给我卖了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我的猫现在已经卖到咸鱼上了 他就是特别霸道 就不允许有猫的存在 我们之间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特别让我扎心的一个问题 那你说扎心问题 后来就在我反复就是催促下 就是老跟他强调 要早点结婚这个事 他吧也算是勉强同意的 但是他给了我一个附加条件 能不能不办婚礼 我觉得特别可笑呀 我一个女生 他告诉我到最后没有婚礼 合理吗你觉得 我个人认为呀 就是我总感觉婚礼太流于形式了 我感觉现在的婚礼有点尴尬 你打算结了吗 我打算结了 什么时候结 两三年以后吧 那到二十七八岁 再说办不办婚礼的事吗 现在说什么 现在说太早了 这就是问题呀 啥问题呀 女孩子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不是你们俩这感情 能不能熬到二十七八还不一定呢 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再去定嘛 我就是想让他为长远考虑 他就是总纠结于这些形式感 就跟他每天逼我发朋友圈一样 他每天都要逼我发一些 特别肉麻的朋友圈 咋发 就说什么 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他呀 我比上一秒更多爱你了一点呢 这些话你说我咋在朋友圈里说呀 我又没有逼你 我也发了呀 我说不出口啊这些话呀 对吧 后来有一次 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微博小号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无法接受 他在里边好像一个自己的秘密小天敌 什么话都说 但是那些话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哎呀 那些说的话都是说的我 没有别人全是我 说你什么呀 我任性啊 我脾气太大呀 难道不是吗 但是他可以跟我说 他为什么要写在那里边 你可以直接跟我沟通啊 你在那边是什么意思 他还说了 吵架想着怎么分手 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不是 哎呀我的妈呀 姑娘你 哎呀 这个微博这个事啊 是咋子呢 是 不是你是把它发出去还是 没有 就是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小号 我把它当做一个日记记录 我心情的一个东西在弄 那些话可能就是说 我俩打完架以后啊 就可能我说 说了一说气话 就是我一个情感的发誓 我理解啊 对啊 而且我也不是说光说他不好啊 又说他好的呀 你说我的好 有说我的坏多吗 哎呦 再说那也是我隐私 你总翻我隐私干啥呀 我在意的不是你说的 我的坏话 你在意的是啥 我在意的是我们表面上和好 我以为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我没发现 我们之间的感情 在他心里已经出现 这么大的漏洞 那也是说 我跟你打架生气的时候 写的东西啊 那你跟我表面上和好 和颜月色的 你心里边有那些想法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我就是把它当一个树洞 发现出来 我才能说以后更好的 去宽容 去包容你的一些脾气啊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 是男生较真呢 后来我发现不是 你还要把他的思想也管控起来啊 他有这些想法 他有想法很正常啊 这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他就是在跟我演习 不是你心里就没想过吗 你就没想过跟他分手吗 你只不过没写吗 不就想一下怎么了呢 那不就疏解一下就得了吗 你叫什么针啊 你们俩这恋爱谈的 反正我听着挺累的 也许你们在恋爱当中还特别好 我不知道啊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恋爱谈的 我有时候在想 我们遇到了相爱了 就一定合适吗 就一定要在一起吗 我们是否有勇气接受 即便相爱 但是我们不合适这个事实呢 我觉得其实 这个需要我们拥有很好的智慧 和很大的勇气来接受 我似乎在今天你们的身上 看到了将就两个字 尤其是男生 他跟这个女生说 哎呀不行就结婚呗 但是不要办婚礼了 这好像不是对自己心爱的女孩 应该表达的爱 好没问题 你要想结婚我就跟你结婚 别办婚礼了 我觉得这就是将就 我认为你对她的态度 就是敷衍 所以她会不断地提要求 她会不断地有不满足感 如果你觉得这段情感 其实不是你非常渴望的 这个女孩也不是你特别深爱的 你可以重新开始 可以重新选择 不需要那么犹豫 相反对女孩来说 在这个感情里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 所以你百般计较 即便是她答应你结婚了 但是依然你得不到你自己向往的爱和婚姻 所以为什么没有想到试着放开呢 是因为你也觉得只能将就吗 我有点不舍得 相处一年你觉得不舍 我特别理解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其实比起相爱走到一起 让你接受你们不合适要分开 可能你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这个你要想清楚 现在都来得及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 没有那么默契 没有那么相爱 还不如分开 谢谢 好 谢谢周青老师 首先两位先别悲观啊 我说不同的看法啊 其实恋爱恋爱 是不是得先恋后爱 有点像从对手到对友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在对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还在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这个了解过程 你用的手段是什么呢 测试题啊 无数个细节的这个要求啊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 当你欣赏到它的长处 是你也要同时认识它的短处 这才是充分的一个了解 那在对手当中就是互相在磨合 在发现更多的美 并且包容它的不美 那其实你做了各种测试 其实就不如你发现了 它微博的小号来得 更加的真实 我不知道当你发现那微博小号的时候 写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感觉我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竟然在他心里 被说得那么一无是处 是啊 居然如此 我觉得你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好的 你应该当时觉得 哇 应该重新审视这个人 重新了解这个人 否则你根本就不了解 只有当你们双方成为队友的时候 可以包容你的缺点 同时可以互相支持 这会儿你们才会讨论 共同的目标的事 比如说结婚 比如说婚礼 所以当你们现在还属于对手阶段的时候 你讨论那些完全都是操之过急 如何真正地去了解对方 不是出测试题 不是叫他那细节的真儿 而是真正地能够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 当彼此全面地了解的时候 再决定我们能否成为队友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还需要磨合吗 你们俩在这儿吵也好 不开心也好 特别不像两个年轻的孩子 一点点生活的热情都没有 我真的替你们看着着急 女生你的思维逻辑特别地奇怪 你说测试一个什么红瓶子蓝瓶子 我估计连我儿子这种小朋友都会知道 那是逗你玩的 你去跟他吵架生气 为什么 你不是不懂 你是通过这个测试 其实找到了共鸣 你看他选了个红瓶子 他不爱我 我心里也感觉他就是不爱我 你找到了共鸣 为什么 你心里已经感受到他不爱你啊 他那么缅眉其难说要娶你 连婚礼都不给 他确实是不够爱啊 你还需要那个红瓶子和蓝瓶子来告诉自己 你看看人家这个心理测试都是这么说的 你心里知道 男生也一样 你一个大小伙子 喉喉叽叽 黏黏呼呼 你不够喜欢他 他点燃不了你的热情 你说哪怕我想先离业后成家 等我生活稳定了 我要给你最美的婚礼 你连这个都不肯说 你能自己看看自己的内心你有多爱他吗 你如果不爱他却装作要娶他的样子 那才是害了他 也不要再磨合浪费时间了 把青春留给让我们快乐的人吧 好吗 谢谢 谢谢严老师 任性 任性不就是你宠出来的吗 问你要不要结 你本来是不要结的 你本来是不要结的 现在也要结了 他不都达到目的了吗 他只要作一下 任性一下不就行了吗 你不就答应了吗 因为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惯着他 所以他才变得越来越任性 今天是一个永远不宠着他的人 能这么任性吗 当你们把一个恋爱谈到像搭积木一样 东抽一块 西抽一块 在那边搭一个很脆弱的那个东西 就觉得你看 那就是我们的爱情的城堡 你那爱情城堡的标准和基础什么 红瓶子蓝瓶子呀 那个东西就能代表他爱不爱吗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提高你们的思维高度 拓展你们的认知边界 你觉得现在伤心 我跟你说 他做的唯一对的事情就开小号 你还伤心 你知道什么叫情绪垃圾桶吗 他如果没有开小号的话 他的情绪跟谁发现 这是他唯一正确的事情 那边你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 人生 谈恋爱是可以的 谈恋只是那一小部分 如果你不去学习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不去学习 关于生活的真相 你就永远在这个小圈圈里面打转 这个小圈圈是什么 这个小圈圈不是爱情 是你心里面以为的爱情 是你幻想中的爱情 把恋爱放进去 好好读书 不只是读学校的书 读看点书 杨将以前说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想的太多 书读的太少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 恋爱谈的太多 书读的太少 就这样 谢谢 关于什么是爱情 其实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是不是合适 每个人的解读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太多的女生 都觉得恋爱 这样是谈恋爱是应该的 那你就不会谈恋爱 你没有在用心谈恋爱 按你的说法 一个残疾的男人 是没有办法谈恋爱的 因为他不能走到你的外侧 去保护你 关于爱情有那么多的应该吗 姑娘你告诉我 那些是细节问题吗 恰恰就是这些细节 决定了爱情的成败 有很多人爱情要三观 三观从哪来的 就是从细节来的 你拿一道测试题来 摆在我面前 你给我测试一次 我再爱你 我都会离开你 你可以说 我拿着跟你玩一下 OK没问题 但你要真拿这个标准 我一定会离开 这就是你的问题 该坚持的底线没有 不想结婚就是不结婚 怎么了 你可以用勇气去追一个男生 但是哪来的勇气 让你自己去逼一个男生结婚呢 他这么勉勉强强地说 我娶了你 你敢嫁吧 你告诉我 你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试试地对我伤心的 嗯 还有呢 第一先思考我吧 事事上心把你放在第一位 你爸做得到吗 如果你爸都做不到 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能做到 您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 贤惠吧 能理解我吗 贤惠吗 理解你吗 都不是 干嘛跟人说我娶你啊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其实吧 说不办婚礼那件事情 别说不办婚礼那件事情 你能得的 哪里 我太惹不得了 在那里 那你不要着急 都不敢 快在那里 你不得了 都能说 你能带到这种人家 年轻人想找到 并且在新药 下方大人的 如果我已经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被骗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谢谢你们四位啊 一堆话点醒梦